乘客戴槍械上飛機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在過去一年 執法人員在乘客登機行李之中 一共搜出了2200多支槍 平均是每日有6支 創了歷年來的新高 較前年增加了2成 當中超過8成的槍械已經裝好子彈 大部分人的解釋都是 忘記了自己身上有槍 全國機場去年在旅客搜集行李 和身上發現的槍械數目 總共超過2000支 數字是歷年來最多 美國經常發生槍擊案 不少人連旅行都喜歡大槍 去年在全國機場 平均每日就有5至6宗 旅客行李或者身上搜出槍械的案件 其中8成3都入了子彈 西亞圖機場 阿里桑拿州土森機場 還有紐約金賴迪機場等等 搜出的槍械加起來 總共有2212支 較2013年多2成2 數字更是2005年的3倍多 我們已經看到一年至一年的增加 旅客安檢的時候被發現隨身有槍 除了罰款之外 也可能面臨刑時起訴 要視乎機場所在地的法例 當局表示 非法攜槍上飛機的情況 近年日出嚴重 會加強安檢 防止突發事故 在全美224座機場當中 運安局人員 難阻乘客攜槍上機次數最多的是 迪達拉斯、亞特蘭大、鳳凰城、 邱士頓和丹佛 天南衛視編輯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